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怎么办 头儿 死了一段时间了 应该是凌晨时候干的 手段和上次差不多 只不过这回没用枪 我估计 是一个人所为 那会是谁呢 密码箱 可以想办法弄开 可是 这道门 没有钥匙 不能打开 这道门 怎么回事 请往返车的 你废话 是 家贼难逢啊 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概是凌晨吧 这钥匙的门是被钥匙打开的 警卫怎么死的 这个您还要问我吗 老板 你什么意思 难道警卫是我杀的 这解码本是我偷的 我可没这么说 那虽然您是老板 偏偏在 您拥有机钥匙的全套钥匙的时候 解码本丢失了 难道你不应该 跟大家解释清楚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把你的话全说出来 机钥匙的门是被钥匙打开的 而拥有机钥匙的钥匙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内奸现行了 他是想赶在军事会议开会之前 把解码本偷出来交给日本人 可又不能公开行动 所以就制造了个机钥匙 再次被盗的奖项 你满嘴跟我在这儿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我信 内奸暴露的时候 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我看你是别有用心贼喊捉贼 我还认为你是黑石的内奸呢 如果让我把那个内奸抓住了 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好 慢点 好 这个事吗 一毛天扶秤 小叶 这个事吗 raft 出这点事 敢做为什么不敢当啊 明白地告诉你 自从我发现你拥有 机钥匙的全套钥匙的时候 我就已经怀疑上你了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过说话 我是黑市的大老板 我有权利掌握所有的钥匙 再说这是上风的安排 别再跟我玩弄权术了 一直以来 你就对抓捕内奸的事情 指挥不利 还百般破坏我的行动 摆明了你就是想把内奸的事情 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好掩盖你才是真正内奸的身份 来人 把他给我押下去去 唐老板 你冷静一点 秦所长他也是一时冲动 我告诉你了把他押下去 快去 执行命 现在接把本丢了 秦敖有重大嫌疑 他现在被扯着代查了 老板 这样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这些命令 快去 不认识 秦组长 我给你做饭来了 好 我已经不是组长了 叫我名字可以了 还是 还是叫组长得好 黑市情况怎么样 你把本找到了吗 还没有 黑市的情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因为密码板丢了 最近老板的脾气很不好 大家也都陪着小心 其他嘛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 秦组长 饭菜我已经给您放这了 没什么特别事我就先出去了 小兄弟 是 我想请您帮个忙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卢秘种 让他到我家给老吴烧个话 帮我现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 就是我暂时回不去了 家里有什么事情 让他自己看着处理吧 是 您放心 我一定带到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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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密码本的下落了 查到密码本的下落了 哪那么容易啊 一点线索都没有 您这儿呢 有些什么东西 有些索吗 暂时还没有 你坐吧 秦敖被软禁了 不知道唐老板 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唐当明目前还顾不上秦敖 我估计他现在正在总部接受问询呢 如果找不回密码本 或者密码本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啊 如果密码本真的追不回来 唐大明一定会拿秦敖做替罪羊 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救出秦敖 什么情况 我暂时也不知道 从秦庭开始 是 有一个很奇怪的电波被我捕捉到 我正在努力 截获和破译他 你们黑市是怎么回事 内奸没查到 解码本要丢了 唐大明 我看 你是不想戴头上的乌纱帽 属下失职 属下一定尽快抓住内奸 真会解码本 只是 郭主任 事关重大 尚风能否考虑 把军事会议的时间向我推迟 混账话 你还敢提要求 军事会议是说改就能改的吗 你们娄子痛大了 戴老板他们都震怒了 明跟你说吧 限期之内 查不出内奸 找不回解码本 连同你一起 交军事法庭成处 是 来 上帝 这是我能没想到 来 老板 老板 唐大明才是独臂大盗 我截获和破译了 那个奇怪的电报 独臂大盗要将密码本交给四姐 而且 这个电报 正是从唐大明发报机发出来的 果然是他 这个盗马人的卖国贼 我的上帝 真是不甘相信 却 又不得不信 现在看来 那一天 想要对唐大明的指责 并不是信口胡言哪 这次既要是丢失密码本 肯定就是唐大明干的 目前唐大明又借着审查的名义 对黑市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一方面他可以向上风交代 另一方面他要趁此排出一击 最后 再把盗取密码本 通敌叛国的罪名栽赃给秦敖 这就是他的入议算盘 我们一定得阻止他 这样吧 首先 让秦敖知道这个情况吧 这件事情不难 我来办 现在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黑市里的任何人知道 现在唐大明已经武力控制了整个黑市 到这都是他的人 你一定要保护好证据 等我和秦敖商量过之后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好的 秦组长给您送饭来了 怎么是你啊 秦务兵呢 是鱼子里的外表来的 给您带点好吃的 整天粗茶淡饭的 你怎么办 委屈你了 看来很丰盛嘛 但我谢谢你们俞组长 亏得还有人惦记着我 谁不惦着你 俞组长也不能不惦着你呀 秦组长 看打坐啊 练功呢 练什么功啊 心里烦闷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求个新兵计合吧 是啊 苦了您啊 余组长让我捎个信来 让您在这儿安心地待几天 外面的事情他想麻烦办 余组长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这是余组长让我给您烧的东西 这是唐大明通敌卖国的证据 是雅德利昨天结果的 余组长抄了一个 让我给您拿过来看看 现在黑市里面只有几个人 知道这个事情了 是 内奸终于露头了 余组长让我问问你 下一步该怎么办 唐大明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 总部先期抓住内奸 追回密码本 姓唐的现在明面上 当然是医脑门子官司 他已经宣布 黑市进入紧急状态 并且武力控制了黑市 是 黑市现在恐怖得很啊 每天都有人被审查 每天都有人被处置 人人自危 千万要撑出去 按兵不动等待机会 另外 转告于组长 让他一定设法和陆牙取得联系 把这里的情况全盘告诉他 嗯 我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和陆牙达成了默契 一旦实际成熟 我们就里应外合 把这个唐大明搞掉 明白 来 全小那边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吗 3A解码本丢了 丢了 雅德里截获了唐大明 以独臂大道身份 发给四姐的密店 他把解码本交给日本人 唐大明是独臂大道 确信无疑了 秦昊因为揭发唐大明 让他给软禁了 秦昊这次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啊 这不像他的一贯做事风格 内奸的是搞得大家都神经紧张 再这样下去 我也会崩溃 好在黑时又有了证据 情况应该很明朗了 保卫组的人关键时刻 还是听春晓指挥的 春晓准什么时候行动 不知道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解码本的下落 如果解码本落到了四姐手里 那麻烦就大了 这几天你和春晓要保持联系 我还得去小阳楼 我得盯着四姐 老板 实际霸道怎么样了 对秦昊已经进行了两次例行审讯了 这小的骨头硬得很 审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我查了他全部档案 并且了解他的历史情况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 曾经和几个外务省的下属官员过从甚密 我正在进一步地调查 这个发现很重要 当年日本计划之前 就利用各种手段发展中国在海外的学生给他们做间谍 当时有不少的学生就这样背叛了国家 抓紧调查 说不定就能查出秦昊做内劫的证据 明白 密码本的下落 春晓他们正在追查 另外黑市内部的审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已经差不多了 好 一个都不能落下 上面跟我们规定的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尽快抓住那个内劫 明白 太疼了吧 我还是有一个担心 说 这秦昊在咱们黑市也算是根深夜大呀 您这次要动它 我担心 这样 你从外面再给我调两路人马 明天一定到位 好 开门 请啊 你这个叛徒 现在唐老板已经掌握了你全部投敌叛国的证据 不久你的罪行将大白于天下 我奉劝你一句 最好是坦白交代 说出你的联系人是谁 如果你太多老实的话 也许唐老板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从轻发落 都到这一地步了 我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不过我倒真有个小小的请求 只要你坦白交代 什么请求都好说 我想请求 你们在对我行刑的时候 最好是用刀 这样痛快 你是不是疯了 我很好啊 我只是喜欢刀 一刀毙命 快 快 这样我可以快点去见李大哥 太久没有见过他了 真的有好的话要想对他说 刚封的 快点 怎么不认识啊 长官我是替议人家的 快进去 快点 谢谢长官 是看什么啊 没错 春小说你有事找我 有事快说 如果黑市中有人点水你会怎么做 哪用说了 我一定亲手批着这个叛徒 那你总应该先知道 这个叛徒是谁 那李大哥是怎么死的吧 你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叛徒不是鲁阳 当然不是 另有其人 没错 我就是因为揭发这个叛徒 才被关台上李大 我凭什么相信你 李大哥相信我 李大哥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才要为李大哥报仇 开手 我有样东西要交给你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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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猫头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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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看守千方百计拿到的 是秦敖在狱中 咬破食指血的薛书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告诉看守 唐大明 才是真正潜伏在黑市的 独臂大盗 他苦心设计了钓鱼行动 贼喊捉贼 害死了李克江 和众多黑市成员 他没见过 看守 杀你来的 你要干什么 唐大明 你这个盼 亲口子黄 看你清楚了 我是黑市老板 你好大的胆子 如此无力 我没带你 把东方下 大名 还我大分的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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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来人 来人啊 来人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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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杀不杀他 等等 我问你开手 你为什么要杀我 唐大名 你个民族败类 我今天不能杀你替我大哥报仇 甚至还填不住我 李克江是日本人杀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亏 你攻击日本人 崇拜黑史情报 到存密码本 上次大轰炸之后 你的密电被截获 所有人都设计钓鱼星 都害死我大哥 陷害路亚 你故意制造出一个内奸的眼神耳目 你的如意算法打得不错了 不过 若要人不知 除非即莫为 这套说辞是谁交给你的 说 你的幕后指使人是谁 没有人 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一定要推你的高明 带下去 唐大名 请不会有好下场 我一定要杀着你 带走 老板 上飞生室吧 一定有严加诊讯 查出看守背后的指使人 还用查吗 还不像话 这不是很明白的吧 那个看守是个没脑子的人 可说实话呢 一套一套的 背后是谁在指使 用脚后根想想都知道 秦敖啊 把你关着你都不安生 我没拿你怎么定 你倒是先对我下手了 还借刀杀人 老板 你马上去准备 今天晚上 我要处死秦敖 还能开手 老板 这 不应要证据 请问他说 现场糊涂 老板 老板 请问真的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马上把他弄到鸭匙去 给他戴上手铐 随时停火发露 是 还有 多派几个警卫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能探戒 我这就去 快去 站住 您慢点 老板 你打算怎么处理砍手 这家伙真是吃了豹子的 没脑子的东西 杀了他有什么用 倒是那个青傲 他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可真是厕手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这个青傲 现在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了 他知道我最后不能拿得怎么样 所以才这么嚣张 老板 您要整治他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何况那积压时 进去了 就那么容易出来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让开 对不住 宇组长 唐老板说了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也不能探视寝傲 什么任何人 难道送饭了也不让进 你让开 余组长 您就别难为我们了 我不是去探视青傲 我要进去审问看守 看守也一样 那除了不准探视青傲 唐老板还有没有别的命令 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只管守门 如果我们真的去总部举报的话 我们有两个证据 第一 第一 就是你截获了那封秘店 第二 就是罗兰夫人的日本特务身份 如果尚丰一旦对罗兰夫人进行调查 那么罗兰夫人和唐大明的关系 美老板 我在楼下看见你们还亮着灯 还 还在工作呢 既然美老板专程来看我们 进来喝杯茶吧 不了 你们忙吧 我有事呢 客气了 喵 您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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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麻烦呢 为什么 我是说这样的话 所有跟罗兰夫人有接触的人 都有嫌疑 都可能是内奸的 不行 你们说得对 要尽快举报 让尚风出面 调查清楚这个罗兰夫人 怎么举报 我现在就去 太晚了 明天吧 我明天去总部 报告这个情况 好啊 你们这个发现很重要 要保密 一定要保密啊 先把这个罗兰夫人查清楚再说 我先回去 我先回去 要一步步的 不管是内奸还是特护 一定会查清楚的 梅老板 那今天的事 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 唐大明那儿 我去监视他 诸位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到时候啊 我给你们寄军功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的事 不要再让外人知道了 举报要暗中进行 我明白 你觉得 这个人可信吗 他会不会是 唐大明的人 这不好说 但是还好 他不知道密店的事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没有退路了 不管 梅老板怎么干 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应付突发情况 这个您放心 兵来将党 我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待命 还有 明天我也会去上风 了解一下情况 好 开门 是 肯定 不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来 怎么样 在这儿待得还挺好吧 很好 难得有这么清静的时候 清静 可惜你清静不了多久了 我明告诉你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错误 争取从轻发落 咱们最好打开天窗说亮话 为什么 你一口咬定我就是那个内奸 还到处血 不处 什么 不是 我认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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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日本人这事 你做的天衣无缝 秦敖 你给我放明白点 我随时都可以强蔽你 可我为什么不这样做 因为我这个人讲证据 不像你 没有证据 胡说八道 一拍胡言 你想要什么证据 你跟那个冒充慈善总会的会长 罗兰夫人在一起干了些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 还来问我 表面上拒人千里之外 背地里却干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好 就算我跟那个罗兰夫人 有些什么交往 那又怎么样呢 你说她那个会长是冒充的 那你说她到底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干嘛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好 告诉我 我跟罗兰夫人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么愚蠢的问题 你也问得出来呀 唐大明 我告诉你 我早就调查过这个所谓的罗兰夫人 她到重庆不久 摇身一变成了慈善总会的会长 其实她的真实身份 是日本特 好 非言耸听 你以为你变这一套就能唬住我 唬你 我是关心你 我真的要提醒你 你可千万要加小气 身为党国情报部门的高官 和一个日本特务搞在了一起 这事情一旦暴露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吧 是不是特想杀了我灭口 最好是快点 否则 你真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等着 我会如你所愿的 谢谢 不会变成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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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